一只瘦骨灵熏的狗妈妈 正拖着虚弱的身躯 喂养着嗷嗷待哺的狗宝宝 小狗贪婪地瞬息着母乳 却不知妈妈的身体早已严重透支 再也挤不出半滴乳汁 母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情感 正是有了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 宝宝们才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而小动物们也是如此 情感丰富的狗狗 也会对自己的宝宝展露出无尽的温柔 在一片嘈杂的大街上 一位阿姨注意到旁边的灌木丛中 趴着一只瘦弱的流浪狗 它那一副皮包骨头的模样 立马激起了阿姨的同情心 于是阿姨便下车 查看起狗狗的状况来 而这只狗狗看到人类靠近后 竟然并没有仓狂逃窜 它带着阿姨一路向前走去 来到了一片隐秘的树林中 只见这里还躲着两只小狗 原来这位瘦弱的狗狗 竟然是一位哺乳期的母亲 狗妈妈来到宝宝身边后 缓缓俯下身开始喂养宝宝 瘦到皮包骨头的狗妈妈 似乎是想把自己的宝宝 托付给这位善良的阿姨 看到眼前这心酸的一幕 阿姨的心中泛起一阵感动 她急忙拨通了 动物救助中心的电话 向专业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得知需要救助的是一只狗妈妈 工作人员担心 她会出于母亲的本能 对大家发起进攻 所以他们带上了专业的工具 火急火燎地赶到了 阿姨所说的树丛中 可见到狗妈妈后 大家全都被她的温柔惊呆了 这只瘦弱的狗妈妈 似乎是明白 眼前的好心人是来帮助自己的 她表现得非常乖巧温顺 工作人员顺利地将狗妈妈 和她的两只宝宝 接回了救助中心 来到救助中心后 好心的工作人员 为狗妈妈准备了一顿 丰盛的营养午餐 狗妈妈立即凑着脑袋 开始狼吞虎咽地 享受起这顿来之不易的美食 填饱肚子后 她又来到了宝宝的身边 开始喂养那两只鸡肠碌碌的狗宝宝 考虑到狗妈妈的身体状况 大家便带走了两只狗宝宝 帮狗妈妈照顾起她的孩子来 可惜没过几天 其中一只狗宝宝便患上了严重的疾病 最终永远离开了母亲的身边 而狗妈妈和另一只宝宝 则逐渐恢复了健康 如今 狗宝宝已经被好心的阿姨领养 狗妈妈也找到了一位善良的主人 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归宿 看着狗妈妈在新家活蹦乱跳的身影 大家全都松了一口气 狗狗之间的温情 总能深深震撼人类的心灵 这天 好心的工作人员来到一片荒凉的野外 开始投喂起游荡在附近的流浪狗 就在这时 她注意到了一只处于哺乳期的狗妈妈 面对美食的诱惑 狗妈妈竟然丝毫不为所动 工作人员的视线立即被她所牵引 而狗妈妈引起工作人员的注意之后 便转身带着她朝不远处的草丛走去 并不断回头示意工作人员跟上她的步伐 来到草丛附近后 一群小狗突然激动地冲了出来 钻进母亲的身下 贪婪地瞬息起来 狗妈妈拖着几只宝宝 艰难地挪动到狗粮旁 小狗们这才发现地面上的食物 它们立即蜂拥而上 围着狗粮开始大快躲移 此时 狗妈妈则静静地守在一旁 等待着宝宝们填饱肚子后 她才缓缓俯下身 开始品尝地上的狗粮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后 工作人员不免有些震惊 在母爱的驱使下 妈妈会为自己的孩子 付出所拥有的一切 在危急关头 母亲总会将宝宝的安危 排在首要位置 只有确认宝宝平安之后 她们才会考虑到自己 每一位母亲都值得我们尊敬 在过去 我们也曾讲述过一则 狗妈妈蹚过洪水救宝宝的故事 洪水爆发之后 狗妈妈不顾自身安危 毅然决然地冲进湍急的洪水中 游到对岸 救出了自己的宝宝 这只狗突然咬住了 身边一位女士的裙子 女士非常惊讶 因为她能感觉到 狗狗并没有恶意 然而 当她想要将狗狗拉开时 狗狗却一直不松开 直到后来 她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激动地泪流满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 狗狗为什么要去 咬女人的裙子 在生活中 狗狗们一直忠诚于自己的主人 她们聪明又富有同情心 有时候 她们的直觉 甚至可以拯救人的生命 而且 她们还拥有 令人惊叹的第六感 和非常强大的嗅觉 如果身边的人类 发生了一些不可察觉的病症 狗狗们 甚至可以凭借气味辨别出来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 就是一只凭借自己强大嗅觉 而拯救了人类的英雄狗狗 故事发生在尼日利亚的一个村子里 这天 人们聚集在一起 去参加一对年轻夫妇的婚礼 这是当地的传统 每当有新人举办婚礼 村上的每一位住户 都要到婚礼现场 祝福这对新人 这是一场露天婚礼 新人的父母穿着隆重的衣服 迎接着来往的宾客 参加婚礼的村民们 一一上前祝福着 这对幸福的新婚夫妻 为了让自己的婚事更加完整 这对新婚夫妻 将他们心爱的狗狗 带来参加自己的婚礼 这是一只非常普通的混血狗狗 它的体型相当大 不过它很稳重 看上去就像一位小绅士 婚礼上的人们都不害怕她 她一直友好的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然后在餐桌附近转悠 看到有人注意她 她就会顺势躺在地上 请求别人抚摸 希望能以此得到一根美味的骨头 人们被她逗得哈哈大笑 给原本热闹的婚礼 又添了点欢笑 热闹的婚礼 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一个身影从村子尽头 走向婚礼场地 她穿着一件非常漂亮的礼裙 包包里还带着 送给新婚夫妻的礼物 这个女人正是三个月前 刚刚举行过婚礼的安娜 迎接宾客的人 高兴地将安娜迎了进去 安娜祝福完亲人 就穿梭在热闹的人群里 似乎是在寻找认识的朋友 就在这时 原本在餐桌旁趴着的狗狗 吸了吸鼻子 将脑袋转向了 朝餐桌走来的安娜 当安娜路过她身边时 狗狗突然站了起来 朝着安娜扑过去 咬住了她漂亮的裙子 一直扯着不松口 这让安娜非常惊讶 身边有这么多人 为什么狗狗只咬她的衣服呢 周围的人也非常奇怪这件事 直到新娘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 走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 了解完事情的经过后 她提醒安娜 是不是要去医院看一下 因为狗狗的鼻子非常灵敏 他们可以闻到 人类有时无法察觉的信息 或许狗狗在她的身上闻到了什么 安娜听完后 将信将疑地去了医院 经过医生的检查 她得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她怀孕了 这一刻她才明白 为什么狗狗会扯着自己的裙子不放 因为她害怕 自己被来来往往的人们伤害到 想提醒她 肚子里有一个可爱的小生命了 想到这 安娜不得不惊叹于狗狗的灵性 她也很幸运 能得到狗狗善意的提醒 之后 女人带着礼物前往狗狗家中 她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狗狗的主人 并衷心地祝福这对恩爱的小夫妻 也能像她一样 早日迎来属于自己的宝宝 狗狗灵敏的鼻子跟第六感 非常值得信任 虽然它们无法像人类一样表达出来 但它们往往会用行动 向人类表达自己的善意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第二个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英国 女人和丈夫一起养了一只 非常乖巧的狗狗 就在最近 这家人得到了一个非常值得兴奋的消息 他们很快就会成为父母 聪明的狗狗也明白了这一点 女主人怀孕后 狗狗从来没有让她离开过自己的视线 有时候还会趴在女主人肚子旁 陪她安静地躺着 就这样过了六周 狗狗每天都在贴心地陪着女主人 和她肚子里的小生命 有时候还会跟男主人一起照顾女主人 然而很快 狗狗就变得担心起来 因为女主人的情况有些不对劲 突然有一天 女主人开始抱怨自己背部疼痛 她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医生 可医生并没有发现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还告诉女主人 在怀孕期间 由于宝宝长得很快 所以有时会伤到背部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女主人相信了医生 可是狗狗并不这么认为 她非常焦急 似乎是看出了女主人有什么健康问题 从医院回到家后 女主人跟丈夫说 自己的背部一切正常 可是就在这时 狗狗竟然坐在了她旁边 凝视着女主人的眼睛 不把目光移开 之后又一直对着女主人的肚子乌咽 一直跟着女主人 几天过去了 狗狗仍然很关心女主人 不停地叹息 这对夫妻意识到 他们心爱的宠物 好像在警告他们一些严重的事情 这天 狗狗突然扯住女主人的裙子 一边小声地抽气着 一边小心地拉着女主人往外走 无论女主人怎么说 她都不松开 这几天 她完全没有之前 那么开朗和精力充沛了 一直在悲伤的乌液和叹气 她非常心急 可是女主人并没有听懂她的意思 女主人非常好奇 为什么自己狗狗的反应这么大 她决定相信自己的宠物 带着她一起去了医院 经过第二次精细的检查 医生们都震惊了 因为这个年轻的孕妇 正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必须马上手术 原来女人得了一种严重的肾脏感染 这就是为什么 她的背部会突然开始疼痛 最重要的是 这种感染的类型无比危险 如果女人忽视了这些症状 或许没有相信狗狗的提醒 那医生们也没有办法在合适的时间内 拯救女人的生命 幸运的是 女人及时赶到了医院 医生们经过讨论 最终给女人做了手术 而且手术非常成功 女主人非常庆幸 自己相信了狗狗 是狗狗救了她的命 几个月后 女主人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宝宝 从那之后 狗狗成了小主人的保镖 他们一起躺在毯子上打滚 一起在卧室里午睡 一家四口过得非常幸福 很多时候 人也会受到动物的帮助和报恩 这说明 人与动物之间的羁绊 是确实存在的 而这种不需要语言传递的信任 或许就是 人与动物之间最好的羁绊了 就像第二个故事里 女主人信任自己的狗狗 去医院检查身体 这才救了自己一命 虽然这件事令人不可思议 很难说清其中的缘由 但是 人和动物之间 一直有一种奇妙的情感纽带 万物皆有灵性 而这便是最好的例子 希望人与动物 能找到一种和谐相处的方式 让世界多一种色彩 多一份安宁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别忘记订阅 点赞和评论 我们会持续为您带来 更多动物们的感人小故事 那么 我们下期再见